大S部妹妹后尘 婆婆张岚子产遭冻结 好的好的 小心 小心 小S好不容易甩开副家旁 大人的阴影如今 换大S的婆婆出带机了 欢迎收看张岚传奇 好像没有你婆婆今天有来 哦 妈 那当然一定是我婆婆 去英国健康时报报道 欧洲最大私募股权接近 已获得香港高等法院命令 将大S眼中的大只妹婆婆 名下财产冻结 CVC去年以3亿美元收购 乔江南83%股权 雙房事后却卷入一起仲裁案 香港高院中案的法官驳回 章然没有充分证据 证明存在资产善失的 切实风险的主张 指CVC已经支付极为可观的款项 至今仍无从得知款项的下落 翻译过后就是CVC 怕江南脱产先提早了 看江南偶然相关报道 坚持的CVC合作一直很愉快 并强调自己在香港没有任何资产 欢迎参加女王 叫江南脱死人 董事长 张南 张南白手起家实在中国赫赫有名 曾经竟进中国餐饮富豪榜第二名 身价约70亿元台币 那争议也不少 我喜欢抵振 我一来我就给台湾带来抵振了 我跟大家一起痛甘共苦 2012年韩敲江南合伙人 抱纠纷被告 法院旅船不到 才发现她已经悄悄的 12年的9月17日她已经出校户口了 入了哪国国籍不清楚 CEO 汪小飞 张安的儿子也就是大爱妻老公 2013年曾经为俏江南风光来台展店 逐渐被问到妈妈财产冻结却说 三年前我已经自主创业了 所以俏江南现在的事情并不惊奇 这对妈妈使出了次元切割刀吗 还是媳妇大爱子得体一点 不方便回应婆婆的事 那群家人会共同面对 苹果的Online播在出师百分百 不倒